嗨,大家好,我是Sugi 然后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上个视频就是红色穿搭的lookbook里面出现的一些新的单品 因为每次我出lookbook可能很多妹子就会说 希望我说一下一些新出现的单品的材质啊什么的 所以我接下来的lookbook都会 除非lookbook里面直接有说话 只要是不说话的我就会另外再出一个购物分享来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这个包 这个是一个法国的小众设计师的品牌 所以你赚包率也蛮低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红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红色是那种比较复古的红色 它不是那种比较深的酒红色 也不是那种太过鲜亮的 甚至有点显黑的,有点带荧光的红色 就是很正好的一个复古红色 这个跟我上次推荐在What's in my bag里面推荐的那个方形的包包 它的材质是一样的 就是皮子都是偏软的那种 摸起来特别特别舒服 然后这个包它非常的大 它是这种 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握手的手把 然后这边有一点点那种编织的设计吧 然后就提起来有点像那种水桶包的感觉 然后你这样子打开呢 它里面有这么大的空间 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包包 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作为一个通勤的包 它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颜色 我选这个红色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红色是一个可以背四季的颜色 就是夏天的时候用它来配最经常穿的几种 比如说白色,姜黄色,还有牛仔蓝色 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hold的住的 然后你到冬天的时候用它来搭配黑色灰色 它也完全都hold得住 如果你们是买来通勤用 不想它的颜色那么有记忆点的话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有那种米棕色啊黑色啊之类的 然后这个包包搭配呢 我拿到之后想了一下 我想的它搭配白和蓝色 我为什么第三套那个穿搭没有搭这个包 因为这个包它的体积相对来说比较大 体积相对比较大的包 除非你个子很高 要不然的话你搭配短裤 它穿起来感觉就有点撑不住这个包 所以我就把第三套的裤子那个部分换成长裤 然后再来搭这个包我觉得就会比较合适一点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包应该是我之后使用率会非常高的一个包 包括秋天应该也会蛮经常用它的 很喜欢 接下来就是这件很多妹子都说非常好看的一件 有点这种针织的小背心吧 然后很多妹子就有问我说 它会不会穿起来很热 它不会 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毛衣那种感觉 就是穿在身上会贴在身上就很难受那种 它是有点像 我这个人很不会形容 就是有点像那种你用完的毛巾 放在那边晾干之后那种感觉 就摸它有一点点粗糙 你穿在身上就 它跟你的身体就没有那么的贴合 所以其实非常的凉快 即使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其实还是非常的凉快 我特别喜欢它这种有点像小花瓣的这样红的一圈的这种设计 就让它这个整件衣服变得没有那么的普通和无聊 然后它下面也有 不过我一般是扎进裤子里去 因为这样比较显腿长嘛 接下来就是这条 Nit Supply的牛仔裤 我也非常喜欢这条 而且我买了很久了 其实一直没有跟大家推荐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将近两百刀的牛仔裤 它不是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形态好了 然后整个剪裁跟用料都是比较硬挺的 穿在身上就没有那么的舒服 所以就一直没有跟大家推荐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实在是太好搭衣服了 就是能够给你的穿搭增加很多那种很随意的感觉 就是不管是穿衬衫 它还是我刚刚推荐的那个背心这样子 你搭上这条裤子就会有一种很随意的时髦感 所以我还是很推荐这条裤子 它做工版型是真的很好 但是因为材质比较硬挺 所以穿起来就不是那么的舒服这样子 接下来一条牛仔裤呢 就是这个 这个算是Urban Outfitter的一条网红短裤了吧 喜欢短裤的妹子千万不要错过它 我就是也不知道要怎么说 反正就是一条非常完美的短裤 它是那种非常就是90年代那种复古高腰裤 然后它这个地方是这种卷边的 而且它整个设计是那种很宽的 不是那种紧包着你的腿的 这样子的牛仔短裤呢 就会显得你的大腿比较的细 就没有那么的整个孤住这样子 然后板型也特别特别好 特别鲜腿长 就这样调整大短裤 然后下面配一双白色的球鞋 都是特别青春无敌的一个搭配 然后接下来这一套就是大家呼声很高 觉得非常好看的一套 这一套是Urban Outfit的去年旧款的一件 一字领的上衣 这件衣服我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算是我利用率非常高的一件上衣了吧 最近好像大家在微博的搭配里 应该没有怎么看到我穿这件衣服 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它 是因为它买不到了 如果我一直穿的话是不是有点欠奏 所以我就比较少穿 但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它 真的 好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你们就知道很喜欢就好了 因为它买不到了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一件Another Story的这种牛仔短裙 我当时到店里面一试穿 就立刻决定要买 因为它真的太显身材 如果你经常关注我 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特别讨厌穿裙子 而且特别讨厌穿短裙的人 但是我义无反顾的买下了这条 就是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显身材 它的材质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那种褶皱的感觉 所以它会让你的屁股 特别是我们亚洲女生 就是臀部这个地方 就不是天生不是那么的翘 就不像外国人那种 就是前途后翘的感觉 这条裙子就能赋予你这种感觉 就真的特别的漂亮 就是这种包臀裙 然后这边有一点点这种牛仔的花边 就更加有那种90年代复古的风格 然后搭配一个白色的 我之前推荐的那个白色那个编制包 就超级好看 喜欢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件 这件是跟那件牛仔短裙一起买的 也是Another Story的 一件红色的T恤 这个是那种枣红色 有没有非常显白的一件枣红色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就是一个复古的圆领T恤 版型上面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OK 就是一件正常的圆领T恤 主要是颜色非常的好看 然后布料很舒服 价格也不算贵 所以我觉得如果喜欢的话 就可以买一件放在衣柜里面 然后有时候你想穿一身白 或者一身黑的时候就可以搭 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接下来就是TopShot的一条 白色的阔腿裤 怎么说我觉得夏天 一定要有一条白色的裤子 你会发现它什么都能搭 所以白色的裤子是非常的必要的 但是紧身裤夏天穿 特别是在你上身穿的比较少 比较薄的情况下 白色的紧身裤会有膨胀的效果 就会显得你的腿比较粗 但是白色的裤腿裤就不会 所以我觉得白色的裤腿裤 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的必要 这条白色的裤腿裤 如果有关注我妹子也应该知道 我穿过很多次了 之后可能还应该还会再穿很多次 因为真的它超级百搭 基本没有什么颜色是不能搭的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博主 你没有义务 或者说你不是工作需要去买这么多的衣服的话 你就选一两个你觉得特别能搭的单品 放在衣柜里面 穿每件衣服的时候 你把它拿出来 你都能够不用去想那么多的穿上去 就是会有很自然 不说很时髦吧 就是很自然很清新很清楚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算是省到钱了 所以很推荐这个 然后我穿的size是24 然后长30 正好漏脚踝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我之前有说过 我买了它一双银色的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穿 又特别特别好搭 所以我就在它出了白色的之后 我就又去买一双白色的 其实那双红色的我也想买 搭起来就是很方便 而且它又是这种木勒鞋嘛 你就是随便出门的时候 踏上就能走 穿起来又特别舒服 就是有什么理由不买呢 如果你还没有一双白色的鞋子的话 好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 我会把我其他社交账号的名字 放在旁边 如果喜欢我的话 记得去关注我哦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 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单品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